找狮子算账 我们狮子一族 本来就是草原的王者 还轮不到你们和马一族放肆 对 让你们为王者做事 是你们的荣耀 谁承认你们是王者 狂妄自大的家伙 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快想办法呀 有了 苏博士曾经记录过一个 关于草原的传统 就用这个办法阻止他们争斗 大家先冷静 我们有办法解决你们的矛盾 说 吉利咕噜 吉利咕噜 他是怎么知道吉利咕噜 没错 我们向来都是用吉利咕噜 来解决问题的 组长 吉利咕噜是什么 吉利咕噜是我们无垠草原 千百年来的伟大传统 双方在公平的条件下 进行比试 愿彼服输 彼就彼 我们肯定不会输 就是吉利就吉利 咕噜就咕噜 叔叔 怎么办 我们真的要那个吉利咕噜吗 彼 我们身为草原王者 要尊重传统 你去出战 彼就彼 谁怕谁 哼 我 我和你比 你说比什么 嗯 很简单 在规定的时间内 谁能把更多的建筑材料 从那里运送到水坝的工地 就算赢 好 预备 开始 你太慢了 愚蠢的河马 威威加油 大力加油 最后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比试结束 累死我了 差 差一点就到了 谁赢了 当然是薇薇赢了 他离终点更近 是大力赢了 他推的石头更大 大家听我说 说 这次比试的结果是 谁都没赢 这是什么意思 不对 是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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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试方法有问题 教室教室 根本不公平 对 这个比试不公平也不合理 都是你出的烂主意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好 那我就亲自演示一次 正确的比试方法给大家看 大力和薇薇都没到达终点 所以说 谁都没赢 其实 这个比试 不能单靠蛮力 是要靠智慧 有科学的方法 是 我 鸡巾 合作开始 看我的 我们用滚木 做成一条传送袋 利用简单的科学原理 用力一推 一下就到终点了 好厉害呀 好神奇 你们看明白了吗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样运东西可快多了 讨厌 看来河马和狮子打不起来了 我们只能亲自出手了 好的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标志 他们就是几十年前 入侵我们神奇星的银河盗猎团 我们要报仇雪恨 我们要报仇雪恨 他们不是猎狗吗 怎么变成外星人了 完了 我变成狮子一族的叛徒了 我波步大人 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无差别控制模式 启动 你们以为广播器只能控制河马 错 广播器可以把这个星球的所有族群都控制住 队长威武 队长最棒 三四郎 快把我的英勇风丝记录下来 好的队长 别忘了还有我的 队长威武 小队长威武 小队长威武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还能动吧 你怎么还能动 我的脚 痛死了 无可奉告 你也来了 我赶紧搜索一下 阴波广播器在哪 找到了 广播器在那儿 我们为什么会跳舞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流星所失败了 不好 我们也受影响了 快停下来 我才不要跳这么难看的舞 嘿嘿嘿 好像还挺好玩的 我快支撑不住了 这下你们跑不掉了 抓住他们 快跑啊 别想跑 搞定了吗 当然没问题 给我站住 睡啊 妈呀 妈呀 快跑啊 快跑啊 追 嘿嘿嘿 让你们看看我的后手 好大的飞船 快 别让他跑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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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让你们见识一下 伟大的银河盗猎团七摇摇小队的厉害 这是什么啊 当天他们就是开着这些飞船过来的 好像好可怕的样子啊 大家不用着急 好戏就要上野了 começ了 你将其避养一下 我们就变到牙盗中了 我们就变成了 一套 我和你一弱的 productos 归养一下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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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计划 我早就把树藤偷偷连接在他们的飞船上 另一边就绑在大坝关键连接处的石头上 只要他们启动飞船 大坝就会被拉出一个个缺口 飞船也会被拖入水里 想不到你们也有后手啊 大坝破开了 会不会对我们的水源造成影响 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只要把这里改造成一道闸门 河马山和狮子谷就再也不怕缺水了 这处大坝只要加上一个可以控制开关的闸门 就是利于所有草原居民的水利工程 不错 要不我们来联手吧 一起改造好大水坝 以后我们两族和平相处 一起防备外星人的入侵 微微呢 他引来外星人 背叛了我们狮子一族 没有看到他 这个胆小鬼肯定是跑了 可是这么少的水源 只怕也维持不了多久 真不知道号称草原守护者的 长颈鹿家族在干什么 长颈鹿家族 你们狮子一族不是草原上的王者吗 难道长颈鹿家族比你们更厉害 天降的雨水是我们无垠草原的生命之源 一直以来都是由长颈鹿家族保卫着 他们才是无垠草原最重要的守护者 草原的旱季早就过了 但雨季迟迟不来 难道长颈鹿城堡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二位小英雄 要不你们帮忙去一趟长颈鹿城堡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 交给我们吧 出发 去长颈鹿城堡 原本还想着去长颈鹿城堡 找长颈鹿酋长 结果却连个草原居民都找不到 你说什么来什么 我们去看看 还是波部队长厉害 先捉住它 再利用酋长的威望 引诱动物族群聚集在一起 最后肯定能把它们一网打尽 小的美 这个泡泡笼子是纳米材料构成的 非常坚韧 内外都无法击破 利用酋长的威望 把草原的动物引诱过来 难道他就是长颈鹿酋长 快放开他 又是你 可恶的老虎 看我们的 快卡 闪开 好险 你们别想躲了 一旦被这个泡泡笼打中 就只能在外部用两种方式解锁 要么慢慢泄气 要么瞬间爆开 一旦被抓住了 靠自己永远逃不掉 嘿嘿 一定是居家旅行 捕捉动物 必备物品 一旦被抓住 一旦被抓住 就永远逃不掉 啊 琪琪 我想到办法了 啊 嗯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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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叫自食其果 请问你是长颈鹿球长吗 放心 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心 这是怎么回事 我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了 你们两个真没用 我就上趟洗手间 你们就被抓住了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 你们早点放弃吧 这种大型泡泡龙 只有我的枪上的开关 才能解开 泡泡滚锅十早时 莉莉杀三四郎没有受伤 还有长颈鹿攻击泡泡龙的时候 泡泡龙很坚韧和富有弹性 完全打不破 这个泡泡龙阵性很高 我们虽然击不破 但也意味着外面也无法伤害我们 所以 这个泡泡龙就像一个拳击手套 我们可以攻击对方 对方却攻击不了我们 你们在计划什么呢 你们别过来 练习一下 我们捕捉得厉害 不好 不好 太好了 我把我们解开了 快醒醒 一起对付他们 是的队长 密码正确 密码正确 启动快速放弃模式 什么 谢谢你们救了我 你们是 不用客气 我叫琪琪 是一位武者 我叫卡卡 是一位侦探 我叫高高 对了 高高酋长 我没想问你 酋长 我才不是什么酋长啊 我是草原摇滚天才 高高 二哥 远远 这个 是卡卡和琪琪 他们刚刚救了我 外面这么危险 二哥 你还是赶紧给我回城堡吧 回城堡 对呀 我们就住在场景路城堡 我们的父亲是草原上伟大的酋长 刚刚太谢谢你们救了二哥 我叫远远 所以 你们都是酋长的孩子 我二哥还是酋长继承人呢 那你能带我们去城堡吗 我们想向酋长咨询球语的事情 好吧 嗯 二哥 我们回家吧 就是你们 集合盗猎团 看我怎么把你们抓起来 等等 先别动手 难道你不想让狮子族重新成为草原之王吗 我们可以帮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就凭我们的仇敌是一样的 仇敌 对呀 我们的仇敌都是那两只老虎 嗯 对对对 就是那两个老虎妨碍了你 你才会失败呀 你仔细想想 我们都是在帮你 而那两只老虎是害你的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一起合作吧 快求你吧 囚长 我求见了 下雨 发生什么事了 囚长 快进行求你一事吧 再不下雨 我们草原就完了 你们都别担心 草原很快就会下雨了 您一直这么说 都不知道过了几个月了 草原一直没下雨 汉原又来了 光打雷不下雨 不吉利呀 这可能是上天的警告 原来那位就是囚长啊 对 那就是我们的爸爸 我好像听到了 求雨一事 嗯 这是草原古老的传统 爸爸作为草原的祭司 每年都会在祭坛 举行求雨一事 不过 爸爸扭了脖子 影响嗓音 他想让二哥替他主持求雨一事 但二哥他不愿意 还跟爸爸吵了一架 啊 所以你是离家出走 才被外星人盯上咯 臭小子 你还知道回来 是我的朋友有事找你 我才回来的 你还 哎呦 球长 你怎么了 受伤了吗 我没事 我没事 绝不能让大家知道我扭刀脖子 不能举行仪式 不然大家一定会陷入恐慌的 所谓的求雨仪式 真的有用吗 还不如用更科学的方法教语呢 你是谁 敢质疑我们草原的传统 他们是我的朋友 你 你好 我是琪琪 她是卡卡 是狮子长老凯恩 拜托我们来找球长你的 不好了 她喊了大半天 她可晕了 球长 求求你 球长 求求你 既然你回来了 求雨仪式 就你上吧 我 我 球长 你不用再勉强高高了 我有百分百下雨的方法 我现在制作的 正是降雨剂 完成了 只要洒到天上 就会下雨了 这 真的吗 请相信 科学的力量 好 念在你们 救了高高 我就相信你们一回 谢谢你们 呵呵 你们又帮了我一次 没想到 高高你跟我一样 相信科学 什么相信科学啊 我只是因为球语用的传统歌曲太土了 和我的摇温理念一点都不搭 啊 才坚持不上场的 啊 该你们出场了 嘿嘿 有 有谁在吗 拜 拜托了 请帮帮我 啊 老奶奶 你怎么了 我 我要去医院 可是我的腿 好疼啊 啊 啊 我送你过去 看看 你们继续 你 知道医院在哪儿吗 那交给我吧 我最熟悉草原的路了 不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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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交给我吧 怎么那么久了 一滴雨都没有啊 卡卡 这是怎么回事 鱼呢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啊 啊 你们别着急啊 我相信卡卡不会骗我们的 就是啊 你们冷静点 怎么是甜的呢 嗯 甜的怎么了 酱鱼剂主要由盐粉构成 不应该是甜的 啊 难道酱鱼剂被钓包了 什么被钓包 都是借口 这只老虎根本不会降雨 只是酱长派来忽悠大家 没错没错 没错 把我们当傻子 啊 你们看 又打雷了 这都是酱长迟迟不求雨 带来的警告 草原不会下雨的了 我们要完了 啊 天呐 要完了 要完了 什么 酱长 是真的吗 冷静 大家冷静 完了完了 啊 酱长见死不救 不求雨 我们都要被他害死了 嘿嘿嘿 完了完了 完了 啊 求雨求雨 各位请听我说 我的儿子高高 将作为新一代祭司 举行求雨仪式 而仪式 就在明晚举行 嗯 草原将告别感慨 重破雨水 欣欣向荣 太好了 草原有救了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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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